玉米菜饼子的教程来了 按照下面的教程把面画好 醒发两个小时以后才可以用的 然后放入两颗小苏打 把面揉匀 上下锅为160 揉匀之后的面醒它10分钟 然后手上沾水 然后就剂子 前几天燕子直播做的 老铁门有没有看到 如果没看到的话 下面你评论我想学 然后咱们这两天直播再教你做 剂子呢大概在100克左右 包入咱们的无敌素酸菜馅 和燕子所学过素酸菜馅的来举手 然后下面评论一个好吃 没学过的评论我想学 这两天咱直播就做 看燕子打的馅大不大 然后两个手绑住 往下轻轻的压馅 这个时候面要搭住面的边缘 手要搭住面的边缘 一点点往上挪 一点点往上弄 不要着急 着急的话这个边呢 这个面呢就太厚了 底厚不均匀 最后用虎口 给它轻轻的给它接上就可以 不要攒住个小揪揪 然后给它抿过去 就尽量不要让它漏 锅内是无油的 上下锅温160 然后咱们给它压扁 所有的剂子咱都包完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淋水 咱们浇水 大概水是半斤 别忘了动动动你们发起来的小手 帮燕子点点小红心 浇完水之后呢 咱们扣锅 计时大概12分钟 因为咱们的素酸菜馅 真的太好吃了 如果你没学着 一定要跟燕子学一学 这个素酸菜馅 这几天燕子就安排 时间到了以后 咱们开锅 那这就好了 看看咱们的大饼子 咋样 有没有馋到你 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的 快在家里试一试 做一做吧 今天晚上咱们直播间里 就要做发面烫酥饼了 老铁们 没有预约的 下边小黄车里 抓紧预约吧 今天晚上八点钟见